好 我知道了 小姐 您好 请这边坐 请坐 小姐 您想要美容护肤吗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您几种不同内容的服务 您看一看 第一种是西班牙长脉 它是专业护肤美容系列 是以胚胎 胎盘精华为主要成分 能令您的肌肤迅速恢复弹性和光泽 这是觉得怎么样 还美白细致 那就欢迎您下次再来 好的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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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您自己订了 一般都是下午一点到五点 要有事可以提前打电话变更 不过最好是二十来 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好您的皮肤 小姐 我先出去买盒烟 顺便买盒饭回来啊 别到处乱跑 喂 杨气光已经收留了我 他最近可能有行动 哦 什么行动 不知道 那知道行动地点吗 很可能跟香港有关系 你有什么依据吗 他很关心我对香港熟不熟 你先注意他的行动 这 杨哥 你 你也打电话 你给谁打电话 给我顺德老家的堂兄 想找机会回去走走 这阵子你哪都便想去 是 我们随时可能懂 是 杨哥 我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有 以后不许再打电话 是 别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行动 是 我知道了 杨哥 你买盒饭了 我来拎吧 睡了 睡了 怎么样 研究好了吗 这绑架他也太容易了 他自己开车 你看 从半山区到海底隧道 这沿途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下手啊 那你决定哪一个 还没有 我在想啊 如果绑架他老婆 他老公敢出钱吗 就是愿意出 又能出多少 你想 香港有钱人的女人多的是 他愿意为自己的老婆 出这大把大把的钞票吗 他老公才不会那样呢 他们俩可是生死互共的爱情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他老公为了丽莎 足足等了三十多年 为了丽莎 就是付出她的生命 她都愿意 更何况这点身外之财 你以为是你呢 好了好了 你又扯到我身上 老婆 你刚才说那个 身外之财 他有多少啊 他老公 虽然在香港 拼不到前十名 至少 三五个亿 总会有吧 那咱们就要三亿 那咱们就要三亿 不行 这太多了 她虽然可以为丽莎 不惜一切 可一下子 要她筹到三个亿 毕竟有点不切合实际 绑架这种事不能拖 一拖就会夜长梦多 那你说 要多少何事 一个亿吧 一个亿 太担保了 我们就要她 一一千六百八十万 怎么样 好吧 好吧 阿光 过来坐啊 有什么事情 坐下来慢慢说吗 五五分成 你小子是不是疯了 你不要这么讲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吗 什么难处 我们说好了 是三七分成 你怎么忽然变卦了 我们绑架几个香港大富豪 少说 也得弄她个十个八个的态 又不是干这一回 就是因为不止干这一回 才要把这分账的事情 说个清楚 虽然这事是你一手策划的 但是将来出头冒风险的 还不是我们兄弟们来干 危险太大 我杨基光欠你的 我可以一分钱不要 可是我的兄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这等于是买命钱吗 那我的兄弟算什么 他们就不是人了 他们就没有危险了 五五分成啊 根本是不可能的 你想都不要想啊 浩哥 我怎么说也算是个老大 你总得让我给兄弟们有个交代 只拿三成 我没面子 杨基光啊 做人哪不能忘恩负义 没错 你和你的兄弟确实有危险 可那是为什么呀 是为了钱 我的兄弟冒着生命危险 为什么呢 是为了救你出大狱 要不是阿勋他们救你 你现在还蹲在大狱里 连个自由都没有 你还谈什么面子呀 我杨基光欠你的 可我兄弟们不欠你的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我不能让他们吃亏 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干了 是 都是自己人了 何必为这点小事翻脸呢 有分歧可以商量吗 阿光 你也有点太过分了 我们出来混的讲究信义二字 当初都讲好了 你现在还放什么屁啊 谁放屁了 嘴边给我放干净点啊 说什么屁不屁的 郝哥 我确实很难做 如果我这次让步了 我还怎么做老大 当不当老大是你的事 无分成不行 好吧 这次算我白给你干了 算是你救我出来的情意 三七开就三七开吧 哎 不过话说在前面 指这一次 下次我们另谈啊 你真是花头啊 好吧 就这么说定了 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 先找一个隐蔽的 可以藏人的地方 准备好等我的消息 好吧 那我先走了 好 走吧 豪哥 这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非要找他 第一 我救过他的命 他欠我一个人情 我只以吃力爬外 出卖我们 第二 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绝对不可以再被抓回去 所以一旦和警方火兵 他一定会死拼 第三 他是个大圈仔 就是被打死 警察 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这对于我们来说 就等于上了三道保险 利多利朝 是啊 我为什么当天没死 就是等到今天把你杀了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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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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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需要找一个藏人的地方 藏谁啊 杨哥 哎呦 你管藏谁呢 那么多话 哎 杨哥 哎 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废话 我们是不是准备去绑票了 吴天泽吴大人 我说过吗 看在你教了我这么多东西的本上 反正这两天 你们三个都去给我找 中山 潘雨 还有东莞什么的 找到了再让我看 行 放心吧 杨哥 哎 还行 你们几个分途行动 各找各的点 吴天泽一前回来 回来给我汇报情况 啊 知道了 嗯 哎 走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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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好找啊 行 有部里杨哥的事 好 知道了 你从那边走 嗯 走了 哎 哎 没 install into the 最后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是 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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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没有 知道了 走吧 他不过 杨吉光让手下 找一个隐秘藏人的地方 可能想干绑架案 在什么地方找 就在内地 怎么会在内地做案呢 不知道 他昨天出去见了个人 今天回来后就这么吩咐了 见谁啊 不知道 你先注意 随时回报 是 随时回报 明天 我们就在这动手 他大约会在 1点20分左右 开车进来 我会跟着他下 我尽量把车子 停在他的车子附近 在3点40分左右 他会做完美容出来 到时候 小马 回来了 杨哥没回来啊 他说 他已经在深圳找着房子了 让咱们现在就过去 他不是让我们找吗 他怎么自己找了 我也搞不懂 阿贵啊 准备走了 小路啊 杨哥脾气大呢 他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赶紧走 要不该骂 好吧 走吧 走吧 阿贵 干嘛 压解犯人呢 胡说八道 什么压解犯人啊 杨哥就约我们在这吗 嗯 他怎么没来啊 别着着急 你 干嘛 你 干嘛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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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这什么意思 你小子敢误我你 老子今天非得剁了你 你小子敢误我你也打不死你 我敢老子别动 你慢点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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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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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怎么不跑了 呀 啊 耶 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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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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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